這是全國雄藥總會 第一次來對到三藥這部分 拿出他們的建議書 卻對到這幾年 成長賞金的服務業 他們如果對這個燃業主委 另外的環境 和這個涼化的政策這部分 來拿出他們的建議 雖然在建國一百年 全國雄藥總會 前一篇發表三藥建議書 所定的占國雷 上山貿易GDP有67%的服務業 拿出建議 全上總理事長的頂平照之處 台灣市長比較小 博物業就有發展 意業結業跟從新才有機會 前對之前 還在討論的家庭照顧家 雖然在臨道天災時 六甲有照顧家庭的需要 企業也可以提供 學者認為 企業經營成本越來越晚 六甲也需要 更多的福利和補充 政府應該對政體的 勞動成本 協調勞資的共識 真正有發生天災的時候 那麼這個 我們基於人道的精神 我想這個產業界 也不會說堅決反對 在不景氣的時候 他們需要更多的保障 可是資方卻有可能 在不景氣的時候 他們經營會更困難 我覺得現在勞動三法通過以後 大家才剛開始學習 怎麼勞方跟資方來協商 在這本經驗室裡面 對貨物業的這大部門 拿出人家的共同的問題 轉向中觀察 貨物業職業人口 已經減中 就業人數將近落下 代表台灣對製造業在專行 建議政府三百多次人數 跟派欠港做相關的規定 讓企業人能夠更多的探訊 記者 英雄主張記者 代表報導